但是我们的鲁敦尔却通过自己的意志的奇迹 知道他的每一节和每一行诗 实际上我们这些上须整天蹲在中学课堂里 嘴上无毛 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 是每一位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 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 且有清新喜爱的热情 因为我们那股狂热静是无限的 有好几年时间 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 在学校里 在上学和放学的回家的路上 在咖啡馆和剧院 在散步的时候 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 没有干别的 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 谁经常登台 谁出版了一本书 或者在报纸上写了文章 都像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里 多年以后 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 读到这样一句描述他青年时代的话 我总以为名人就像上帝一样 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 走路吃饭 我简直大吃一惊 因为他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 当我们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 就像个人获得了伟大胜利 第二天早晨就会得意洋洋的向同学们报告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布拉姆斯 他友好的拍拍我的肩膀 我简直受宠若惊 神魂颠倒了好几天 虽然我这个十二岁的小男孩 一点也不清楚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 但是仅凭他所享有的荣誉之高 影响之大这一点 就足以使人倾倒 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 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 在开始排练之前 我们全班的同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 我们悄悄地溜到演员和舞台词的小角色的身旁 为的是能在他他人之前 先连了解到情节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 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师那里去理发 仅仅是为了探听到一些关于 若尔特或者是索嫩塔尔的密文 我并不羞于在这里写出我们当年那些荒唐事 如果在定年纪中 有一个学生是歌剧院的某位灯光监督的外甥 那么他就会得到我们这些高年纪学生的特别宠爱 和各种各样的冷落 因为我们通过他有时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练 而踏上那舞台式的诚惶诚恐的心情 被比维吉尔登上神圣的天国时还要厉害 对我们来说演员的声望所具有的威力 正可谓无边无言 即便中间转了七八个弯 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 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婆在我们看来就像一个超凡脱俗的人 那仅仅因为她是弗兰茨舒伯特的外孙女 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 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见 也会怀着敬意 注目而逝 只因为她有这样的幸运 可以待在这样一位最受爱戴 最富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清楚的知道 在这种盲目的狂热之中 包含着多少荒唐行为 我们像猴尔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员们的举动 想着反而要压他人一头 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 我们洋洋得意的觉得自己通过艺术活动 以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戚和老师之上 不过时至今日我还始终感到惊讶 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 知道了多少事啊 我们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分析 竟这么早就具备了鉴别批判的能力 我17岁时就不仅知道 波德·莱尔或者是若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 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片 我觉得在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 再也没有像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读得勤奋 不言而喻 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后才会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的名字 在我们的头脑里却是十分熟悉 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 因为我们以莫大的热情搜罗一切 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 宝尔瓦莱尼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 他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 瓦莱尔尼善意地笑着对我说 您别瞎说了老伙计 我的诗1916年才出版 可是当我丰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 我们于191898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 他不甚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你们在维也纳又怎么搞得到呢 我只能这样回答他 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审会读到马拉梅的那些 在当时文学界显为人知的诗歌一样 他赞同的说 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 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 事实上在那股风上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以前 我们就已闻到了风向 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带着灵敏的鼻孔生活 我们能够找到新的知识 因为我们想要新的知识 因为我们如鸡四可地寻找那些属于我们和只属于我们 而不是属于我们父亲那一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 青年就像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 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的感觉到 随着旧世纪的结束 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到结束 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也已开始 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们觉得我们父辈们那一代的优秀大师 文学界的格特弗里特凯勒 戏剧界的一补生 音乐界的约翰内斯伯拉姆斯 绘画界的莱布尔 哲学界的爱德华 冯哈特曼 同那个太平时界一样 深思熟虑和漫漫悠悠 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 但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 我们凭直觉 感到他们那种冷静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是不协调的 也是和时代已经加快乐的速度不合拍的 而恰恰是在维也纳 住着那位德一志青年一代中最激进的天才赫尔曼巴尔 他作为一个思想界的闯将 为正在转变和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 凭借他的帮助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 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学派展览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画家的作品 展览了挪威的门客 比利时的罗普斯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进画家的作品 从而也为他们不受人重视的先驱 吕格、内瓦尔德、格列克和格雅 开辟了道路